各位觀眾朋友 晚安 我是黃明明 歡迎收看今天十月十三號的新聞 全球化 首先要帶您關心 第十二期新冠疫苗 將同時提供BNT第一劑 以及莫德納和AZ第二劑 因為數量龐大 預約和接種時間 是依照年齡分為兩批 提醒符合資格的民眾 要仔細看清楚 又有AZ疫苗到貨 五國自購的一百三十六萬劑 AZ疫苗 週三下午三點多 運抵桃園機場 待完成通關程序後 直接運送到冷除物流中心 進行封肩檢驗 再提供民眾接種 指揮中心公佈 第十二期疫苗接種規劃 將提供BNT第一劑 及莫德納與AZ第二劑 並分兩個階段 以不同廠牌分流預約及接種 第一階段對象為 BNT第一劑 供三十歲以上民眾 意願登記者 七月十六號前 已經接種莫德納第一劑 之五十五歲以上民眾 七月三十號前 已經接種AZ第一劑之三十八歲 以上民眾 醫院時間 從十月十八號開始 到二十號中午十二點截止 預計二十二號到二十七號 接種疫苗 第二階段對象 另外指揮中心也公佈新增四例疫苗接種後死亡通報事件 包括兩例AZ 一例莫德納及一例BNT 其中最年輕的是新北市四十二歲男性工程師 本身有慢性疾病 打完BNT疫苗後八天休克死亡 後續將進行司法相驗 以釐清死因 針對BNT疫苗連續兩期臨時往下加開 年齡層接種疑似出現還打潮 陳時中強調 打疫苗還是力大於比 不能等到有危機才打 呼籲民眾有疫苗就盡快施打 希望十月底第一劑疫苗涵蓋率達七成 第二劑疫苗達三成 也就是說還需要再打四百七十萬劑疫苗才能達標 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記者 張國良 詹淑雲 台北桃園採訪報導 有許多選擇五倍券數位綁定的人 是看上不用抽籤就可以獲得五百塊錢的好食券 但是最近陸續有民眾發現 有一些官網上面列出的店家 根本就不接受數位支付 還有立委質疑部分店家 根本就不是餐飲業 當初的設計機制就有問題 經濟部官方臉書上有不少民眾留言 在使用好食券是比較困難 有網友說合作店家 根本不接受數位支付 感覺被騙 立委也質疑好食券官網列出的店家 很多根本不是餐飲業 實際測試在好食券官網打入關鍵字五金 北北基就有好幾家五金行 另外在南部也有汽車旅館 被列在經濟部好食券試用的店家當中 立委直言 這根本在設計時就有疏失 你說他的桶邊項目有寫餐飲 五金行裡頭會賣餐飲嗎 他原來的營業登記的範圍 有登記到有餐飲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範圍內 所以這個要再重新去盤查 的確是非常困難啦 經濟部坦言好食券合作商家 有部分是用當初所登記的統一編號來分類 難免有不精準的地方 現在正逐一與業者進行確認中 而這次綁定數位五倍券 需要抽籤的加碼券當中 888元農遊券上午進行第一波抽籤 共有二十三萬人抽中 中籤率約百分之二 至於號稱中獎率最高的易放券 分為紙本與數位券 第一波抽出八十一萬人 數位券要下載官方APP 紙本則需要到超商事務機領取 目前已經進行第一波抽籤的加碼券 國旅券抽出的六個號碼當中 九十八號和易放券相同 例外末兩碼三十二號九十七號 也同時抽中農遊券 因為同州不得領取不同加碼券 因此這三組號碼的民眾 都必須選擇抽籤次序最優先的國旅券 記者綜合報導 原歸颱風外圍環流夾帶的大雨 在東臺灣釀成嚴重災情 花蓮玉里鎮今天一早發生土石流 還灌進了民宅 造成一家七口受困 銳港公路則是有一大段路面被掏空 完全無法通行 緊銷互相穿扶 橫越湍急水流緩慢通行 因為滾滾泥流冠境民宅 一家七口還在等待救援 大水重新加盟 就讓人員協助脫困 用簽的用杯的一個一個 將大人小孩全數救出來 還要隨時足以步伐 以免摔入滾滾黃水中 可能會被沖走 而脫離險境的住戶 回向淹水過程 人心有餘悸 然後六點十幾分的時候 哇 整個水就都來了 這樣 又很快 一下子我裡面的房子 就都淹了 連房間都淹了 遠歸颱風外圍環流 狹帶好雨清洗 花蓮山區排水不及 向下宣洩 玉里因此發生土石流 民宅外一片汪洋 其他地區同樣災情嚴重 這個池子裡面的水 就快滿出來了 屋頂排水孔 雨水不斷傾瀉 民眾捕捉到花蓮光復堂場 雨池池水幾乎就要滿出來 而雨來得又大又急 多出路段更緊急封閉 大雨沖刷 台八線和台九線 多處持續發生落石 阻礙通行 而雨勢不停歇 也造成花蓮阿梅溪等溪水暴漲 直逼滿水位 有的橋面出現均裂 部分路段則相繼發生積水 車輛一度泡水拋錨 在台九線的大副橋上 跟陸續有三台車故障 其中一輛還打滑撞上中央分隔島 連接台九線與東岸 台十一線的瑞港公路 還發生坍塌事故 一大片路面被偷空 整個道路宛如淪為瀑布 已經無法通行 沿路土石流更沖進 文旦園內又濃損失嚴重 而上去部落 還有一名洗身患者 已經一天未洗身 公路中斷 情況一度危機 還好我們光風公路 還通行中 所以用接駁的方式 來接到他原來的洗聖中心 就怕自災性大雨會持續 原本華聯縣府只宣布 萬榮 瑞穗 玉里 酌溪等鄉鎮 停止上班上課 隨著水報局發布土石流警戒 華聯縣府也緊急宣布 中午十二點過後 全縣停班停課 許多家長急忙趕到學校接孩子 除了停班停課 縣府等單位 目前也動員 針對秀林鄉 瑞穗鄉 鳳林鎮等多個村落 屬於土石流潛市區域保全戶 和滴挖地區的民眾 進行預防性撤離 以確保安全 記者 台中市第二選區 立委陳柏惟的罷免案 即將在下個星期六投票 蔡英文總統今天 以民進黨主席的身份 開口表態 他呼籲選民 不要讓認真做事的人孤單 他還說 臺灣的民主深化 不應該是惡意報復 不過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反奉蔡英文 難道是要跟毒品 賭博 還是趙陶站在一起 臺灣基金黨立委陳柏惟 在母親的陪同下 要以一百小時徒步走遍選區 爭取支持者二十三號投下 不同意票 反對他的罷免案 當然罷免方會對我們一些事情 有意見 五項十項之類的 可是我們實在是做了三四千項的東西 所以正在想說 那怎麼把它有個架構化的方式 講給大家聽 但是一直被講成零分 那我覺得對民眾這個認知上也不公平 因為他被人家講涉毒 我跟你講 每個人愛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樣 只是有的人選擇 招他別人的孩子 來成就自己的小孩 發起罷免方的宣傳車也在選區游街 希望讓罷免案通過 身兼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蔡英文 也在十三號民進黨中場會裡 對於陳柏惟的罷免案表示 民主的深化不該是惡意報復 不希望他成為 國民黨惡鬥下的犧牲品 蔡英文主席也聽取 秘書長報告後也表示 他也要提醒大家 繼續關注這件事情 不要讓認真做事的人孤單 臺灣的民主深化 應該是基於理性溝通 不是惡意報復 蔡英文向民進黨員喊話 不要讓陳柏惟孤單 不過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不以為然 一位立法委員蔡總統 您的主張是什麼 您要跟毒品站在一起嗎 朱立倫強調這場罷免 以地方力量為主 需要幫忙時 國民黨會全力以赴 記者張志聰 陳立峰 臺中台北報導 美國哈佛大學的北京書院 將改為跟臺灣大學合作 變成哈佛台北書院 明年暑假會有六十名學員 來臺灣學中文 教育部長潘文忠 今天進一步指出 其實不止哈佛 國內目前有時間學校計畫 跟歐美的二十一所名校 建立雙邊關係 聽老師講解文法 隨即兩人一組練對話 臺世大國語教學中心的外國學生 平常下午連上三節課 提升華語程度 學習中文 都是跟別的美國人 可是來臺灣 我跟很多 從很多國家來的同學 所以我的中文進步了很快 疫情影響邊境人言 國語中心三個月 一期的課程 仍有七八百位 救生 副主任杜昭梅指出 疫情前一年到頭都開課 值得一提的是 曾合作的劍橋 大學與倫敦大學 雅菲學院一度轉去中國 去年又回來了 其實很明顯 就兩年前開始 我們收到很多 本來在 激勵在中國的一些合作項目 他們在一直在詢問我們 能不能去跟他們合作 這些項目 不只臺師大政大 今年六月確定和美國的 維吉尼亞大學合作 加上臺大和哈佛的 哈佛台北書院 教育部長潘文中說 目前有十所大學申請臺灣優華語計畫 預計和二十一所歐美名校建立雙邊關係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 一般來說 英國在耶誕節前是火雞銷售的旺季 但是機農們今年特別苦惱 因為脫歐導致工作人力大減 英國現在不但沒有貨運司機來運送汽油 也沒有季節工人幫忙打包運送火雞 許多英國人今年的耶誕大餐 可能看不到烤火雞這一道經典菜色了 看著機設裡滿屋子的火雞 英國農民迪利卻很煩惱 因為耶誕節旺季快到了 他有可能出不了貨 過去十五年 迪利都會從歐洲其他國家聘請十二名 季節工 趕在耶誕節前幾週 幫他打包 準備運送火雞 但今年一個都聘不到 原因是英國脫歐後 歐盟移工入境手續變複雜 降低他們到英國工作的意願 事實上除了迪利 全英國的火雞養殖廠 都有一樣的困擾 部分農民只能減少產量 火雞協會指出 今年多數會員的訂單都增加五倍 但供應量可能不夠 火雞恐怕漲價甚至買不到 事實上不只火雞 椰蛋樹 玩具 豬肉都有同樣問題 為了解決危機 英國政府開放五千五百名季節工 申請三個月的工作簽證 只是許多移工早已因疫情返國 並在母國找到工作 要他們再回來做短期工 機率不高 公視新聞 許萬寧編譯 英國人葉旦節吃不到火雞 美國人則是擔心買不到禮物 因為在全美最大的貨櫃港 洛杉磯港口 塞港的情況現在超嚴重 至少有四分之一的貨物來不及上架 而大缺貨的結果 恐怕東西也要漲價了 這是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耶誕節潛系 紐約市街頭人來人往 提著大包小包採買過節禮物的熱鬧場景 但今年家長可能發現 買不到想送小孩的玩具 美國疫情區款解封後 各種民生用品需求增加 零售業者掀起一波拉貨潮 加上搶工年底購物忘記的商機 有些業者乾脆提前到六月下旬就下單 使得洛杉磯港的到貨量 較疫情前激增五成 貨櫃船隻塞港情形超嚴重 洛杉磯港佔的全美進口貨物量將近一半 當美國消費需求大幅反彈 港口卸貨載運人力又嚴重不足 根本來不及將所有貨物送到國內供應鏈 有些玩具廠商 眼看十月底萬聖節即將來臨 但現在大量道具服飾都塞在港口 急得不得了 一家紙牌遊戲公司坦承 好幾款等著上架的遊戲受到延誤 有些業者改租小型船隻運貨 避開貨櫃塞港問題 也有人乾脆趕用空運 零售專家指出 有財力的大型零售業者 比較有能力克服運價飆漲 延遲到貨的困擾 但小型業者可就難過了 估計目前仍卡在港口的貨品 恐怕有兩成到兩成五 無法及時上架 消費者屆時將面臨缺貨問題 而貨品延誤的成本 恐怕也將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公視新聞曾慧明編譯 美國總統拜登要求全國企業強制員工接種新冠疫苗 紐約當局也下令學校老師必須要打疫苗 否則就停職停薪 結果引發部分民眾的強烈反彈 有一群教職員主張這種規定違憲 但是他們告上法院之後被判敗訴 而在這個共和黨主政的德州 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 州長禁止各家企業強制員工接種疫苗 白宮批評這完全是政治考量 一群拒絕當局強制施打新冠疫苗的紐約教職員 幸其二聚集在法院外抗議 他們高舉標語 大罵政府的行徑 形同法西斯獨裁 與共產黨端置迫害沒什麼不同 紐約市府這個月一號下令教師必須防疫打疫苗 否則就停職不給薪 這群教職員主張 憲法保障他們 有拒絕接種疫苗的自由 反而以宗教理由提告 希望阻止這項規定實施 結果背叛敗訴 我們現在失敗了這個戰鬥 我們沒有失敗了戰鬥 我們沒有疑問 所謂的教育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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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這群教職員是一個失敗的 這群教職員實施言抗爭 這群教職員實施言抗爭 到底並再度提起上訴 而與中央政府唱反調的聲音 不只來自民間 德州州長 艾伯特 新其也自行發布行政命令 禁止州內所有民營企業 強制民眾打疫苗 這個動作 如同直接槓上拜登總統 白宮批評 艾伯特這麼做 是出於自己的政治利益 美國最近七天 平均每日新增 確診人數 雖然跌破十萬人 但目前只有約五成六的民眾 完整接種兩劑疫苗 隨著時序即將進入冬天 有專家擔心 美國還是可能爆發 性一波感染 郭市新聞 周慧明編譯 據打疫苗的還有美國NBA球星 俄文 這個消息已經炒了一段時間 俄文所屬的籃網隊星期二 終於下達最後通牒 要求他不打疫苗 就不准練球 更別想比賽 籃網明星空位 俄文如果不打疫苗 別說球隊練球 連下週開打的NBA新賽季都將無法登場亮相 俄文一直沒有對外正式說明自己的接種情況 不過他近期內在社群媒體追蹤 反疫苗等相關言論頗多 位於布魯克林區的藍網隊 試用紐約州的疫苗令 俄文只要一天不打疫苗 主場的比賽都不能參加 俄羅斯12號單日新增死亡逼近千人 創疫情以來新高 俄羅斯官員表示目前三分之一人口打過疫苗 疫情不樂觀是因為接種率太低 總統普丁指示接種進度必須加速 路透社報導指出 儘管該國有自家研發的史普尼克疫苗 許多俄羅斯人表示不信任官方 也對新藥物感到恐懼 公視新聞黃韻林編譯 接下來為您報導 R4P0不只用來止痛消炎 更因為它具有抗凝血作用 被認為低劑量長期服用 可以預防心臟病 中風和血栓 許多中老年人每天都會吃一顆R4P0 不過美國預防醫學專案小組 現在改變了看法 認為這種做法可能會引發內出血 必大於利 所以建議六十歲以上的民眾不要自行服用R4P0 六十七歲的約查克 每天早上都會服用一顆R4P0 但現在他可能得思考是否要改變這個習慣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任命的 預防醫學專案小組 過去曾建議有高血壓 高膽固醇和肥胖症狀的中老年人 可以每天服用低劑量的R4P0 因為R4P0具有抗凝血的效果 可以減少血栓發生的機率 預防心臟病發作和腫瘋 但專案小組星期二推翻了這項說法 我們現在推薦 那些人在六十歲以後 必須不開始使用R4P0 因為傷害的影響都不斷出效果 專家指出 最新研究證據顯示 服用R4P0導致消化到內出血或潰瘍的風險 會隨著年齡增加而攀升 甚至可能造成致命威脅 相較之下必大於利 醫學專家表示 目前已經有其他藥物可以取代R4P0 有患者在醫師建議下 已經改用其他藥物控制三高問題 通緝顯示全美每年首次心臟病發或中風者高達一百二十萬人 專家建議長持R4P0以預防心臟病的民眾 最好還一事商量後再決定是否服用 故事新聞總會沒別議 在半個世紀前 演出《星際爭霸戰》系列影集當中 寇克艦長的演員威廉·薛特納 現在已經高齡九十歲 但是他今天深夜將有一項驚人之舉 就是要搭乘現代的太空船真的航向宇宙 我出去 不是反應天官 但因為那些人禮訪LO 我也有藝 scene 这是薛特纳为这次近太空之旅出发前所录制的谈话 从影70年的薛特纳最为人熟知的角色 就是1966年到1969年间 《星际争霸战》系列影集中扮演寇克舰长 现在的薛特纳尽管不负当年寇克舰长的帅气 但高龄90岁的他成为太空之旅的一份子 仍旧让影迷充满期待 德州西部小镇范霍恩是个人口不过2000多人的偏远小镇 因此地方上希望影集中的寇克舰长亲自现身 并且亲自搭太空船升空 能吸引太空迷和影迷促进当地观光 路透社报道指出 有寇克舰长的加持代表蓝色起源将集体直追 赶上布兰森的维京集团 甚至马斯克的SpaceX 不过早在蓝色根源第一批太空人 在今年七月升空之前产业分析师就说 贝佐斯的平民化路线和SpaceX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后者的挑战目标是在波音这类传统航太大厂之外 提供太空总署 甚至美国军方在发射卫星与太空船方面有更多的选择 故事新闻徐佳仁编译 能参加太空之旅的人毕竟少之又少 留在地球上其实也有很多新鲜的玩法 东南亚国家泰国因为疫情封锁 餐饮业者日子已经很难过 前一阵子又爆发洪水 让惨淡的生意雪上加霜 不过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 有一间位在河滨的餐厅把淹水当成卖点 推出让顾客边泡水边用餐的服务 结果意外爆红 潮水一来用餐到一半的顾客兴奋站起来 拿着手机狂拍 椅子被冲倒更高声欢呼 仔细看这群涛客都穿着短裤 小腿泡在河水中 屁股还坐在湿搭搭的椅子上 不过他们不觉得不舒适 反而很享受泡在水中吃饭 泡水用餐其实是一间餐厅新推出的服务 业者猪蹄马农在临近曼谷的暖屋里 经营河滨咖啡馆 但开幕没多久就遇上疫情 一阵子无法营业 好不容易等到解封 九月底泰国又因暴雨爆发洪水 加上潮汐 他的餐厅露台几乎天天淹水 简直雪上加霜 但猪蹄马农临机一动 干脆利用烟水推出火锅冲浪体验 火锅冲浪意外获得好皮 泡水吃烤肉的冲突画面 上传网路后更是话题不断 热门倒得先定位才有机会体验 目前这间和平餐厅 每天提供两个时段 让顾客在水位最高时用餐 不过泰国政府曾呼吁 水位上涨时仍有风险 临近河岸的居民仍要留意 公事新闻徐婉林编译 重要的国际情势 阿富汗塔利班十二号跟美国 以及欧盟代表展开会谈 欧盟承诺将提供十亿欧元 相当于新台币三百多亿元的经费 援助阿富汗 避免当地社会经济崩溃 爆发人道危机 塔利班政权接管阿富汗超过两个月 但当地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危机 引发国际关切 对此美国欧盟政府代表团 与塔利班看守政府代表 十二号在杜哈展开会谈 讨论当前阿富汗危机 会后欧盟承诺将以直接救助的名义 提供阿富汗十亿欧元 相当于台币三百二十四亿的人道救援金 避免社会经济崩溃 而在意大利的促成下 二十国集团领袖提前发起视讯会议 讨论人道议题 只是援助金不可能直接落入 塔利班的口袋 这样形同是替政权背书 因此西方国家希望能透过联合国 及国际组织进行资源分配 同时强调除非塔利班能实现性别平等 祭出反恐作为 美国集盟邦才会考虑解除制裁 在过去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援助资金 占阿富汗全年GDP的百分之四十 塔利班掌权后各界暂停援助 现在国内资金不足还面临缺粮食缺水电与疫情的多重打击 眼看着冬天就要来临 留在阿富汗的四千万人恐面临一场浩劫 公司新闻本编译 跟台湾友好的不止日本 有一些欧洲国家像是立陶宛 还有捷克 今年以来因为捐赠台湾疫苗的关系 双方关系也正在升温 不过其中的捷克 最近政治情势出现了变化 而对我们是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就请张福冲老师来为大家分析 大家好 是 老师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是 这个捷克执政党意外在国会大选败阵 但是捷克总统不久之后 他就紧急住进了家户病房 这位总统的健康状况 是不是会成为新内阁组成的变数呢 当然这是很大的一个变数 如果说我们拿这个捷克的宪法来看的话 捷克宪法当中写得非常清楚 大选之后只有总统有授权某个政党来駐隔 所以这个发球显示 掌握在捷克的总统手中 所以正常的话 如果说在选举结束之后 开票结果 如果说参选的各个政党 对开票结果没有意义的话 那捷克总统就要启动 第一个动作是召集邀请各个政党的党会 来 总统府来去谈 谈他们是不是祖国的意愿 那合作跟哪个政党合作 让他了解之后 他才确定有某个政党来组织新的政府 那现在他住进医院了 那而且是在加护奔房 那这变数就大了 如果说他顺利出来的话 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新政府可以延宕 延宕一段那就会产生 如果说万一有什么差错的话 那就必须要由这个下议院 众议院的议长来代理总统 来执行这个祖国群的授权 然后再成立一个新的政府 那这个众议院议长 他跟总统的想法会有什么差异吗 那我想目前的结构来看的话 现在的话就是下议院的议长 他跟这个齐曼总统是同一政党 所以他的想法 基本上他是比较倾向支持 现任的这位总理巴比斯 但是可以吗 他现在不是说他的得票排名第二 排名第一的是一个联盟 对 这个就是要看这个捷克总统 他自己的政治道德有多高 所以不一定要指定得票最高的 捷克的宪法里面没有规定说 一定要指定得票最高的政党 来组织那个 而且齐曼总统 他自己下了一个伏笔 他在选前说 他要指定一个得票最高的单一政党 来组织新的新的政府 那就还是执政党 所以他这个伏笔 因为我们就很清楚 现在打败这个巴比斯的一个是两个在野党的联盟 那一个叫做这个 第一个在野党叫做一起联盟 他是有三个政党组成的 另外一个是海盗跟市长联盟 是有两个政党组成 所以他的很巧妙地就把这在野党 这五党联盟把他排除在外 他会不会贯折他这句话 然后让巴比斯的不满公民 公民行动党来组织新的政府 那这个是知道我们去观察的 OK好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你刚刚有提到 有可能取代巴比斯接任总理的 是一个人民民主党的党魁叫费亚拉 这位人物去年底 他曾经计划访问台湾 所以有了这一层关系 你觉得如果他上任之后 捷克跟台湾 有没有可能发展更进一步的关系 那这个这个情形的话 是 台湾是可以乐观期待的 因为的话费亚拉 他本身是一个一个教授出生的 一个一个书生的一个一个 一个身份 他当过教授教育部长 那所以说对民主台湾 他是印象非常深刻 那同时他也也在他脸书 很公开的挂上台湾的国企 然后在很意气填分的 就很正派的 在感谢台湾赠送捷克 口罩来口罩生产线 所以这些动作的话 都可以让我们觉得说 他是一个友好台湾的一个 一个一个新的总理 那再说的话 他他的政党是不可能 单独执政的 他要找联盟党 其中之一就是海盗党 海盗党里面有个 很重量级的人物 叫做布拉格 布拉格市长 就是赫瑞普 对对对 他曾经说 他曾经在台湾 他是台湾迷 他是爱台湾的 那所以说海盗党 这位布拉格市长 再加上这个 这个新总理 他对台湾的友好态度 那未来 我们可以有比较乐观的期待 如果说他真的是被捷克总统 清点阻隔 那新的捷克政府 应该是对台湾是比较友好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个巴比斯 他会自己不想下台 然后他会去游说总统 再继续让他阻隔 这个可能性大概是存在的 因为巴比斯 他跟齐曼总统是关系非常好 而且两个都是亲中路线 而且合作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现在这次败选里面 他也很大方的成任败选 但是他也把齐曼那句话 放在心上 他会不会齐曼 会不会指定他那个政党 来让他重新阻隔 所以这个期待他是有的 但是我想他也会 会深自反省说 这次为什么他意外的败选 他个人的形象 贪污的形象 那他政商关系没有弄清楚 这些事情的话 都让他的形象非常不好 你觉得跟他的亲中路线有关系吗 当然是有啊 因为捷克最近的话知识分子 或重产阶级的反中的情绪 非常高 所以这个也是 也是我们知道说 他这次的话 刚好在全欧洲反中的环境之下 对他是比较